NEO 了世紀 天天的無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上不利連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基圖 這場比賽是我們的台灣知名選手 SOLAKUMA天空熊 天空熊很久沒有在我們頻道上出現了 最近他的分數越來越可怕 來到2500分 跟我五年前認識他的分數完全不同 真的沒有想到天空熊可以如此進步的神速 當完兵之後就跟鬼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九點子方向的天空熊馬來人特色 馬來人特色是他的升級時代的速度非常快速 那省下來的時間就可以多安一些村民 就是他的經濟加成 所以他的配置跟一般的文明不太同 所以像什麼共同 什麼全文明共用的配置 像是馬來亞或中國其實都有點不太適用 因為他們的升級速度跟開局的方式不同的關係 所以會造成他的一些配置方面 會有一些細微的差別出現 所以如果以後大家看到這個什麼 通用配置的話 要記得排除馬來跟中國 這兩個文明會比較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選擇的文明是不列顛人 大約出生點位一點重方向 玩家是MBL 那MBL的文明這邊是不列顛 不列顛他的特色是工兵單位射程非常遠 但只限於不工兵 哪工並沒有這個特色 那他最後長工兵射程高達12點 槍弩則是11點的射程 那他的工兵的弱點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對射的時候會有對射速的情況發生 不列顛人打法比較偏向於工兵配槍兵 作為防守 槍兵可以擋騎士 工兵可以射對方的村民或是騎士 那弱馬的部分也算是堪用的 雖然沒有大弱馬 但親習兵有三攻三防 而且也有耕種技術 打對方戰毛兵 反制對方自己的強弱時候 是稍微有用的 但比較多情況 可能還是用這個中頭 直接去砸對方的戰毛 會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也要經濟夠好才行 沒有經濟的話就只能選弱馬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哇NBL這邊地圖有點尷尬 黃金在前面 右邊有果子上面也有黃金 左邊這個黃金有點偏外面 上方這個黃金我覺得還行 只要這邊稍微圍防一下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重點是後面這個地區要怎麼圍啊 要這樣圍的話 這邊大半範圍的農田都很難農 好這邊稍微互打一下 天火蟲想要把NBL的肉馬給打死 別人這邊在趕路啊 那NBL這邊防守速度也是很快 唉唷! 不列顛三棒棒 那不列顛也很適合打三棒棒開局的文明喔 是因為他這邊吃肉速度很快的關係 但是他三棒棒打下去之後 帝王時代也沒有那麼常打 這個劍兵勇士 好 那三棒棒轉 唉唷! 這裡是找不到A 找不到天火熊家裡嗎 OK有找到 但這邊這邊有點精有為了 那這邊升上去 有可能會直接升級裝甲步兵 好 這邊直接補了一個射箭長 天火熊防守開始 天火熊的地形也跟NBL差不多 但是他的好消息是黃金偏後方 變不像NBL這麼正面 所以後方也有一塊黃金 好這裡裝甲步兵可能沒有要點了 三棒棒出來 先點了一龍一木 棒棒還需要40黃金 可是工兵這時候已經快要出來 轉裝甲的話 雖然可以繼續打建築物 但是 要耗費大量的肉 可能會造成斷春 所以這裡不轉裝甲 我是覺得比較好 好 工兵這邊繼續產生 現在NBL 有一點優勢了 現在三隻棒棒 扛正面 時間還保持得蠻多的 這裡只要轉 毛兵或者是工兵 正面對打的時候 還是有優勢的 但是現在 天火熊也轉出了毛兵喔 毛兵一出來 再防守能力也會比較好 NBL 工兵可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藏到甜頭 好 但是NBL也沒有打算把轟兵 往外派 好 天火熊終於一擊射了 好 這次三隻棒棒還在繞 上面兩邊高打敵 NBL 可能歡迎在天火熊一個反殺 哇 天火熊這一波秀得漂亮 反應非常及時 好 下面三隻棒棒也終於解掉了 NBL這一波沒有打到任何的東西 反應是自己送掉了四隻單位 天火熊 達成了靈幻式的操作 好 那天火熊這裡繼續補下了毛兵 工兵單位要繼續纏 現在左邊區域 市集又補下了 待會要來靠向買賣 升城堡賽 那現在馬來也很適合賣石頭升城堡 應該也不是說馬來 所有的文明都很適合做這個買賣喔 把石頭賣掉升城堡時代的快速升級的流程 而且現在這個時代 大家都是越打越快 誰能先升到下個時代 這個奴兵的變身優勢就會特別大 而且馬來這邊升級時代速度又特別快的關係 所以大回升上去能及時轉出奴兵來 對於大回天火熊的推進的節奏會相當好 好 看一下這一波 這波落馬上去 但是天火熊有高地優勢 戰毛兵一直在攻擊後方的工兵 戰毛兵完全沒有想要屌 後方這些落馬 操作非常好 工兵趕快把落馬點光就行 但是這邊直接被換一波的關係 待會天火熊上城堡時代 可能沒有太多的奴兵 可以反制對手 但這波還是勢必得打 如果不打的話 對方這手工兵進來也是很難受 好 天火熊扛著自己的操作 把MBL的落馬給打退了回去 現在落馬只剩下兩隻 要打贏自己的工兵 其實是太容易的 好 現在這些兩隻落馬 四隻工兵 想要爭取一點時間 後面有更多的工兵走過來了 好 趕快先個二級射 好 先升奴兵 誒 二級射沒有點 誒 還不夠 進攻兵 突然高打低 回頭射掉一隻 後馬再回頭射一下 再射 最後一發 拿下 誒 怎麼可能 哇 殘血溜掉了 好 MBL 這邊升級 還有兩分半時間 天火熊升級上去 非常早 武兵點下 但是由於馬來的升級速度太快的關係 所以黃金跟食物盾 有點不太夠用 二級射完全沒有辦法點 那現在這個情況 馬來人已經有二級的步兵鎧甲了 這是他的文明特色 馬來人先點下了彈道學 二級射待會過去 應該也會有 有彈道學的MBL 不列典人 這個馬來人 講錯 馬來人有二級射 但是不列典現在二級射 跟彈道學弓兵都沒有的情況 馬來人 就是還是非常可怕 馬來人從這邊趕快 二級射點出來 但是肉有點缺 先點一個輪走 二級射沒有的關係 點對方的弓兵死要特別小心 現在有彈道學了 MBL應該有注意到 MBL 突然變那麼準 應該就是有 彈道學了 有彈道學 覺得打不過 打不過 打起來的話 自己的 後面會損失太多 不划算 先回去 後面挖礦吧 不然待會直接升城堡世代 這邊開TC也行 我覺得不列典城堡世代的TC 實在太便宜了 只要一百多木頭 就可以蓋一個城鎮中心 再加個一百石就可以了 彩礦人墊也是一百木頭 還不如蓋TC 每次玩不列典我都會有這種想法 好像都是經濟建築物 但多加一點木頭 再加個一百石頭 就可以產村民 而且還可以躲村民 真的是比蓋採礦地還要划算 好 MBL上去點下了二級伐木 二級射 還有弩病的升級 好 MBL3TC開農 剛剛沒有賣石頭 現在就可以馬上 來去蓋TC 現在不列典 升到城堡世代 就有射程上的優勢了 射程變成8點 天空熊則是7點射程 天空熊現在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工兵路線 因為馬來人他真的很適合走工兵 因為工兵是全滿的 他的馬來呢 是沒有馬攻路線 所以走戰毛兵或是強奴 或是很適合的打法 後期在打這個大象 或是打爪斗勇士 或是槍兵劍勇 而不是劍勇 雙手劍兵都很適合 畢竟他有強制增兵 產民兵系 不需要耗費黃金 好 那天空熊這邊決定要短戰矛 二級色有補下 但是現在工兵開甲也不夠補 現在天空熊也是3TP開農階段 這一頭工兵回到家裡 躲到城堂中心裡面 稍微做個回血動作 那兩邊開始進入開農期 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打鬥 NBL補下了大雪 準備要來 炎蛋倒雪了 好 天空熊封兵台甲 開始補下 戰毛兵點完 好 這波 不然想要蓋燒戰 但沒有蓋好 好 封兵出來往前點 再點一下 但是NBL原地開射 這裡想要射操作 好 手的有點斜 NBL沒有彈到雪 但是最後還是擊殺掉了天空熊非常多的奴兵單位 奴兵 怎麼好像有點射出的感覺 明明你自己有單倒雪 但我就覺得剛剛會射出應該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異傷關係 太多的箭矢都打在同一隻奴兵身上 NBL沒有在控兵的關係 反正箭矢都有點分散打不充之 所以傷害DPS 會比剛剛天空熊還要高 應該是剛剛打贏的原因 好 現在要轉出戰矛 NBL趕快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趕快出頭實測 結果天空熊風間直接要來蓋寶 如果這個寶能蓋好 這個黃金就是我的了 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如果再往右邊靠一點 除了黃金 TC 跟主金都有機會控得到 那NBL這邊支援量 已經可以點帝王了 那是天龍 4TC 開龍 但是村民處天空熊還是領先的喔 好 利用這些時代移上 待會四層也會再多下一點 狐獵墊的優勢會再更討一些 天空熊這邊走一個繞路 繞到後方 這個很關鍵 但是上方有一頭工兵過來支援 但是村民要抖動 哇這個抖動 NBL走得很漂亮 最後只死了一村而已 好 後方這毛病也要被射倒了 後面防目村民先拉走一下 地獄時代還有一分半久的時間 天空熊支援量 還沒有辦法點帝王 但沒有關係 馬來有這個高速升級的弱勢 就算落後了 待會升級可能也差不多落後 30秒或1分鐘而已喔 其實不會那麼的嚴重 沒有落後到2分鐘或3分鐘的話 我覺得都還好 反是落後這麼多的話 可能就是要城堡打帝王了 不然就是要把家裡維持 全面防守 或是用你的兵去爭取時間 去他招鬥 好這邊 對方升帝王 天空熊這邊升級 只需要一分半足的時間 現在 在 NBL 先點下三級色跟化學 強武目前暫時點不下 這也太缺肉了 後面這坨奴兵 就抓到了一些村民 那天空熊這邊回首很快 應該可以解掉這坨工兵 哇 NBL居然把這坨工兵送掉 下方這裡為好 但其實有洞 很大的一個洞 天空熊有看到 第一次收村 但NBL並沒有看到 這邊村民也要走了 NBL村地王勢丹 開始產巨頭 天空熊這邊也是巨頭開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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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靠戰毛兵去追 現在BREADING有射程優勢 稍微回頭反射一下 好像有料 哇射程優勢就是比較厲害 我又抓了幾村 NBL 開始轉工兵鎧甲 長武終於點了下去 但是巨型頭吸 天空熊是有數量上的優勢 好現在長武好了 NBL也開始打算要來轉巨型頭時機 NBL 很早就點下戰狼好科技啊 戰狼這麼早點 難道是要把戰狼當火炮用了嗎 直接反制馬來的弩兵跟戰毛兵 用戰狼Q丟就搞定 好上方巨型頭時機 直接被天空熊的爪刀給拿下 三台巨頭原來在攻城上方 右邊這裡有一個多線 看起來天空熊這個城堡是拿的下來 好 藍天空熊的強弩還沒有升級 要這些長弩 長弩現在數量 並沒有辦法累積起來 所以我還是奴兵路線 射程會差了一點 攻擊力也差1喔 所以我覺得普列典走長弩還是比較厲害 好 但天空熊拿下城堡之後 並沒有打算要停止 搭了非常多的村民 22村蓋堡4巨頭往前推進 好兇 這一波真的太兇了 好 最後奴隸 稍微抓一下村民 這是NBL 現在巨頭有戰狼號 巨頭要趕快來到北邊做防守 反制一下天空熊巨頭才行喔 但是這裡並沒有想要上去 反而是想要來先拆天空熊的城堡 讓自己後面農田控得住嗎 控不住的話就要大半家 大半家經濟就會很糟喔 天空熊現在支援量還是落後於NBL 當然NBL這個做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 竟然要放棄自己的後面農田 然後先進攻 或者是他想要具有攻擊城堡 希望天空熊可以回新轉役 去防守這幾台巨頭跟強弩 但天空熊並沒有上當 反而是勇往直前 看到什麼猜什麼 好 但這邊也是產生巨頭稍微防守一下 有戰狼號的巨型托斯基打得非常準 直接打到了巨型托斯基 血量掉了有點多 但爪刀也要過來想要故具手撕 這應該有機會貼得到 好爪刀直接拆掉了一台巨頭 第二台應該也有機會 但是自己的巨頭也被拆掉了 天空熊的準備做得非常好 後面巨型托斯基 公務魚也拿下 這棟城堡 右側有些少量戰寶在騷擾 但是家裡的部分 城堡也是開始移動一動 慢慢被拆掉 但這棟強弩怎麼做有點久的感覺 現在長風在後方偷偷射一下 好這毛兵過來 想要稍微守思 巨型托斯基 區區工程 天空熊沒有打算要修理 這個城堡要被打掉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一所戰狼號 開始反擊 戰毛兵 好有點倒欸 哇上方城堡掉了 現在上方的城堡中心也沒了 現在這些農田通通不能種 損失了40片田 只有424 24 2400資源 就這樣沒了 覺得還是不划算啊 雖然 MBL三台巨頭 成功換掉了兩棟城堡 但這個價值看來 我覺得還是不划算 好 現在MBL 轉出了肉馬 轉肉馬就是要來戰毛兵 我們剛剛開頭有講 有一點點要反擊對方的戰毛或是工兵 戰毛兵的話 就是要轉中頭或是肉馬 有錢的話就選中頭 沒錢的話就選肉馬 但肉馬至少要點下三級馬卡 才會比較好防守 不然現在只有二級馬卡的肉馬 還是很容易被蒸發掉的 MBL這邊做的很不錯的事 抽名樹好像一百多村 現在要回弄起來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接近MBL的城鎮中心 價格很低 只要有石頭 蓋TC回弄 問題不大 好 天空熊這時候才點下二級伐木 跟一級農 難怪支援量落後這麼多 天空熊支援量落後很多 但是卻打出了自己的 軍事優勢喔 原來他沒有點 難怪想說為什麼 天空熊沒有在進攻 為什麼支援量卻一直輸給MBL 好 原來是基礎科技經濟也沒有點 好 馬上補下來二級伐木 或什麼工程師也終於補下了 光弩部分開始慢慢量產 右側的三隻強弩 肉馬要拿下了 現在MBL喔 要小心 戰狼號喔 戰狼號會打掉一整排的 戰 毛 冰 都沒有打到 還好還好 天空熊 這一波 他有點衝動 他應該有一次到巨頭 在打自己的戰馬 後拉一下會比較好 現在馬來人要打贏巨頭的話 只能轉火炮 不然就是要轉大象或是爪刀 繼續直接 上人家城堡底下開打 如果轉火炮的話 對方不列天強弩就很容易射掉 所以火炮我覺得這個選項 可能也是比較困難一點 好這裡點下了銀罐 義勇騎兵 義勇騎兵點完 藏 弩兵的傷害 不是傷害 射程就可以多加一點 好洛馬來了 現在二防洛馬 飛車毛冰倒了 還是有點痛 哇 差了一個三防 是不是差很多 馬上點了三級馬凱 大拉線完全扛不住 MBL在這個陣地 慢慢把村民術農了起來 戰狼號要小心 天空熊有看到 這時候天空熊轉出了 跟蹤技術 金瑞毛相夫 拇指環 終於有點二級伐木之後 經濟開始起飛了 經濟起飛之後 直接鬼轉昂貴的單位 大象 馬來人大象折扣 是遊戲裡面最多的文明 但是他的缺點 就是沒有馬凱 連二級馬凱都沒有 甚至連品種也沒有 是非常薄弱的血病文明 但是後期點下金瑞毛相夫之後 大量生產 那個價格就合理了 哇 完蛋 戰狼號 直接打掉大量的戰狼 但我覺得 有可能是天空熊故意送的 這一坨戰狼送掉 才有人口可以騰空出來 騰空這些人口出來 才可以產出更多的大象 現在大象來到了事工 房屋率是遠房式 被城堡社還是有點痛 但是血量有300滴血 而且坦度非常十足 上來低血的坦度非常好 而且傷害非常高 攻擊力18點 油跟油俠一樣的傷害值 而且正前方還會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這一所馬來大象 突然被強奴跟弱馬 直接圍毆蒸發掉了 給我手這裡補下更多的經濟科技 一級台石二級農田二級蛙精 開始要來挖MBL上方的礦產 好現在正面五台巨頭 五六台下了起來開始工程 這裡要偷點一隻巨頭去打強武呢 還是要先把城堡拿下再說 好這兩台巨頭點點看 點強武嗎 不是 是攻擊後方的城堡 這個城堡守不住 MBL可能要打GG囉 但是大象還沒有突破成功 但是一旦人沒有城堡 弓箭的傷害會下降很多 自己還沒有展出大槍兵 沒有槍兵的話 打大象還是有點吃力 後方槍弩依舊在高地進行攻擊 田國雄並沒有用自己頭C 進行攻擊後方的槍弩 但是好像也不用了 現在正面 槍弩開始有點吃不消 田國雄拉了一手槍弩 到了右側進行反擊 大象開始貼到了槍弩身上的時候 可以講那個字了 只是拿久穩 應該輸不了了吧 這一坨槍弩也沒有拇指環 這就是不列顛的最大問題 沒有拇指環對射的時候很容易打輸啊 MBL中打輸了GG 恭喜天空熊拿下比賽勝利 哇 最後天空熊死出了折扣大象 直接發動地名 馬來人會地名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馬來人 天空熊拿下資源上勝利 本來前面輸了一堆 大概輸了兩千三千多的資源 但最後還是成功反超囉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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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